好,看得到很清楚了。 我们今天的讲座正是可以开始。 好的,那个。 可以用影片播放模式,在那个77旁边有一个。 对,可以是吧? 好,非常好。 这个舞台就交给何医生,大家可以。 好,谢谢K主任。 好,谢谢。 好,先讲讲糖尿病。 大概一个情况,就像讲的。 什么是糖尿病? 大家听了很多,对糖尿病都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其实糖尿病就是血液里面糖的成分过多, 那就叫糖尿病。 其实在很久以前没有机器测血糖的时候, 大家怎么知道糖尿病呢? 因为在小便里面血糖会高。 那时候就看到,为什么会知道高呢? 小便以后,那个原因,看到有蚂蚁在小便上面。 蚂蚁喜欢吃糖。 所以这个糖尿病就这样来了。 这个是小差距,我们不讲下去了。 主要是讲的糖尿病非常常见。 你看一下数据,刚才那个电视里面, 前面那个也介绍了, 现在那个美国医疗中心的统计, 18年到20年有3420万的人有糖尿病。 然后你们如果看我这个, 这个播号里面那个2300万, 这个不是很久以前。 我这个给你之前讲, 那个大概10年前左右吧。 你看大概10年里面增加了1000多万。 所以这个糖尿病啊, 这个发展的非常的快。 发病率非常高。 还有更重要的, 你看这个730万的这个病人啊, 没有得到诊断。 就是不知道他有糖尿病, 730万。 之前10年多年前是500万。 所以这个数据非常的惊人, 也非常的这个, 值得我们要注意。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想普及这些信息, 让大家更加能够来预防糖尿病, 或者诊断糖尿病。 好,那么下面一个。 好,那糖尿病一般的大家都听说过常见的, 两种类型。 那就是一型二型。 那什么是一型, 什么是二型呢? 其实也很简单。 一型呢, 就是你身体里面缺乏这个胰岛素。 没有胰岛素, 或者缺乏不够, 那就是一型。 二型呢, 你身体里面有胰岛素, 而且过度的在分泌。 为什么呢? 它胰岛素工作效率不高。 不能让那个血糖能够正确的代谢。 那个叫二型。 二型呢, 是我们其实, 我们平时非常常见的。 就是99%以上的这个病呢, 看到的都是二型糖尿病。 二型糖尿病呢, 主要是发生在成人为主。 但是不是说一型这个不重要。 一型呢, 一般的发生的年龄相比较早。 但是呢, 在二型的, 在那个成年人里面, 有时候也会发现有二型。 一型的糖尿病。 一型糖尿病。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还是发现糖尿病呢, 还是要最好能够确诊一下, 到底是一型还是二型。 这样对于我们下面的这个, 治疗跟管理呢, 就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一型呢, 完全就是靠胰岛素来维持。 但是二型呢, 就可能有更多的这个药物的选择。 所以这个鉴别一型二型, 其实非常的重要。 好, 那个二型刚才我也讲了, 就是最常见的。 大概就是, 身体里面这个, 有胰岛素的用量的这个, 就用了胰岛素的效果, 效率不够正常。 所以导致这些糖尿病的产生, 发生。 好, 那么再大概讲一讲糖尿病的这个, 一些原因或者症状吧。 也没有完全叫原因, 就是说有些病人, 为什么有些人会得糖尿病, 有些人会得, 早期会得糖尿病。 那主要一些呢, 就是针对一些, 家里有一些家族式的, 如果有父母啊, 或者兄弟姐妹啊。 还有呢, 有些在怀孕期间, 就认身糖尿病。 认身糖尿病。 如果你有了认身糖尿病的话, 那你这个, 有的糖尿病的代理就相对高。 25%到50%吧, 你以后会得这个糖尿病。 所以这个风险非常高。 当然了, 还有就是, 你如果体重比较偏重, 或者肥胖的话, 那当然就是更加容易得到一些糖尿病。 症状, 其实糖尿病的症状啊, 那个早期都没症状, 没有症状。 尤其刚开始, 就是一些轻微的糖尿病。 这就是为什么检查糖尿病啊, 早期检查非常重要, 它没有症状。 当你真的, 当血糖非常高了啊, 或者有一些可能一些并发症了, 那你就会有这些, 比较相对比较明显的症状, 包括这些疲劳啦, 嘴巴肝啦, 或者有些多尿啦, 视力模糊啦, 还有体重明显的减轻啊, 这些症状。 当这种症状出来的时候啊, 你这个血糖慢度非常高啊, 所以早期的时候, 其实没有症状。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 糖尿病就是一种叫无形的SARS, 它刚开始都没有症状。 这就是为什么, 这就讲到我们下面讲, 怎么来杀险这个糖尿病, 非常的重要。 因为你不去检查糖尿病, 等你得了糖尿病, 很多时候已经有了一些并发症。 那这些并发症呢, 你们可能也听说过, 有些人听说过, 那个视力会减退, 会失明啊, 有些人会影响严重的啊, 会造成性功能的这个衰竭, 最后导致要洗肾啊, 这些问题。 也听说过有些人, 要那个脚趾头, 那个由于这个糖尿病为管理好, 它就很容易烂脚啊, 或者那个节肢啊, 这些这些问题, 相对就比较普遍。 所以糖尿病的这个病发症, 是非常严重。 这就为什么, 对我们早期诊断糖尿病来说, 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那我们下面看, 是不是我下面呢, 应该是讲怎么来, 哦, 这个就是, 再一次来强调一下, 就是说哪些人, 具有更加高风险的这个, 糖尿病的因素啊, 如果有这些, 那你尽量就是要定期的, 肯定要最好做些检查, 来看看有没有, 这些就包括像年龄在四五岁以下, 啊, 还有体重就是, 叫, 嗯, 这个指数叫BMR, 那个指数, 那你如果比较偏重, 正常是二十五以下, 啊, 也就我讲家族盛免, 啊, 另外就是一些主义,啊, 也包括其实我们亚洲人, 东方中国人,啊, 啊, 嗯, 还有一种其实非常常见的女性的疾病就是多郎综合症 这个其实现在非常的常见造成一些女性的悦境不正常 然后这些病人都会有一些体重会偏肿 所以这些病人他就很多的这个机会可能会得那个糖尿病 好那这个讲讲怎么来杀险这个糖尿病 这个杀险糖尿病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做空腹实验 就是早上大概10到12小时不要吃东西 能不能喝水喝水没问题不用担心 你这个水还是可以多喝一点没问题 尤其抽血的时候 然后那个10到12小时空腹叶个血 这是一种方法 还有一种方法就比较相对稍微复杂一点 就是叫我们叫糖耐量实验 就是你在那个空腹之后呢 然后再吃一点那个喝一点糖水啊 然后呢再咽一下血糖这个两小时以后 看看你这个身体怎么来这个应激这个这个血糖的情况 如果你没有糖尿病 他那个两小时以后血糖不会太高 如果有糖尿病的话 这个血糖就不会维持到那个正常水平 就不会啊 好那大概可能你们也想知道 那个看看这个怎么样才算是正常啊 这个大概你们也可以有一个概念 这样的话你们这个医生给你们分析的时候 讲解的时候呢你们自己也会有一个理解 尤其是你们自己拿到报告的时候啊 我知道很多知道的大家都喜欢自己看一下报告啊 啊那个正常呢空腹呢就是70到99之间啊 就是正常的 那么高于126125 对不起啊高于125就是126126以上 那就是糖尿病 那个呃另外呢那个我刚才讲的糖耐受量实验呢 那两小时以后呢正常呢是140 如果高于200呢那也就是糖尿病 当然这个当中之间区这两种范围之间呢 那就是前期糖尿病啊前期糖尿病 另外呢我这里还加了一个test 一个一个检查啊叫啊 中文叫糖基血红蛋白啊 这个血糖呢呃你们看了呢呃呃有时候经常也会看到 在验射报告里面也会经常看到 呃这个呢空腹血糖啊不一样 所以呢我给你简单的解释一下啊 这个血这个这个呃呃测试呢 告诉你呢你这个平均的血糖 在过去的这个两到三月里 一个平均的方式 不是一个点 不是那时候的 你那时候抽取那时候的血糖多少 只是一个平均的血糖 这个什么意义呢 这个也很重要一个指标 其实现在也作为一个 杀选糖尿病的指标之一 自从那个美国那个糖尿病集会 指定这次大概三五年前 就开始加入进去 正常值呢 是5.7以下 高于6.4呢 那就是糖尿病了 所以呢 这个是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 来看这个平均的血糖 平均的情况 所以你看血糖报告的时候呢 一个就是空腹 那个血糖 那个就是这种 这个数字 半的七十几九十几一百多 还有就是那个三个月到两个月 平均是叫糖基血红蛋白 英文就叫做A1C这里 所以这两个指标 一般的话 你在验血报告里都会看到 那你就知道对四季血糖就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 好那现在如果你发现了那个你有糖尿病或者有了前期糖尿病啊 你这个呃做过这些筛选啊那你现在应该怎么办呢那也不用着急啊 第一个你咨询一下你的医生啊什么事都跟医生性沟通一下 那个是总是最好的 哦然后呢你就开始要要注意了啊 在这个呃ğim在这个影视方面啊体重方面啊还有有些运动方面啊 应该 doesn't 不像以前这个啊可以随便吃啊或者生活、便有规律啊, z 这些肯定有相对要有注意点啊 这些肯定要相对要有注意的了 是不是比较严重 如果严重 那可能光饮食跟运动减肥 可能就不够 可能在药物方面 可能要进步来帮忙了 所以那时候 反正要跟医生 因为每个病人 有时候会讲 那到底用什么药 什么药最好 什么药怎么样 其实我跟你讲 最简单的 每个病人情况都不一样 一定要跟你的医生咨询好 每个人的用药都不一样 然后千万不要去跟别人去 说我的邻居用这个药 我的朋友用这个药 是不是我一定要用这个药 我看了这么多病人 过去的四十年里面 每个病人用药 没有一个一模一样 每个情况不一样 所以一句话 你就要跟你的病人 跟你的医生要协商好 看他好 他跟你的情况来选择 用什么样的药 然后来决定 好 那我在这里再讲讲这个营养 饮食方面 大家对饮食方面也比较关心 因为很多我们的生活习惯 大家都喜欢食补 不喜欢药 有了糖尿病 他说那我就不吃东西了 血糖肯定会好 首先这个不科学 糖尿病的病人不是说你不能吃东西 你可以吃东西 关键是怎么吃 怎样吃 这很重要 因为你这个人 每个人都需要有一定的营养 一定的热量 来维持你每天的生命的提振 除非你不吃不睡不喝不动 那大家也不需要任何的东西 就你正常的生活 那你一定要有定的不同的营养素 来保持你的各方面的需要 然后也需要不停的 不同的这个热量 来保持你身体的需要 所以这个很重要 就第一个 你那个每天摄入的热量 一定要保持 不能太多 也不能太少 然后呢 这些热量呢 哪里来的呢 就是那就从这个不同的营养素来的 营养素呢 一般呢 我们这里分为这个三大营养素 第一个呢 就是那个碳水化合物 第二个呢 就是蛋白类 第三个呢 就是脂肪类 这三大营养素 你都需要 这才能维持让你身体 有一个正常的生命 生成的代谢 但是在选择方面呢 那你就要注意 这里我简单的提了一下 那么说一些什么样的营养素 比较健康一点 你看一些就是吃一些瘦的白肉 鸡胸肉啊 对不对 那就比那些 那里面有这些红肉呢 就比较好一点 还有那些 用那些油啊 那你用橄榄油啊 油菜籽油啊 比那些那个固体的那些 能造黄油啊 那些就比较健康一点 所以这个在选择方面 非常重要 那我再具体再讲讲 淀粉这个里面的 这个碳水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一大块 因为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平时的血糖啊 主要就是从吃过 吃那个碳水化合物变成血糖 然后呢 血糖啊 通过它呢 来这个维持你的这个能量代谢 能量代谢 你说水里面的血糖高啊 低啊 主要就是这些 从那个碳水化合物来的 那碳水化合物有哪些呢 一个就是直接的糖 还有一个就是淀粉类 最后还有一个叫浅微素 这三个都是那个淀粉 这个碳水化合物里面 都会让你变成血糖 但是呢 它那里面的血糖的变化呢 不一样 但是同样会最后 帮你提供你的热量需要 所以你在选择方面呢 这个方面呢 那个量跟那个质方面要注意啊 那个我刚刚举的这些例子 你看这些都是淀粉 面条面包 马铃薯 豆类 豌豆 你看啊 这些蔬菜里面也有淀泽啊 不要有些人跟我讲 哎呀 我什么都不吃 我就吃点那个马铃薯 吃点蔬菜 吃点土豆 这里面也是 也是有有那个血糖啊 所以这些吃的这个类 那你现在看到了糖啊 这些都是在糖里面 包括牛奶啊 水果啊 糖果 那浅微类也有啊 包括在那个植物食品里面 蔬菜水果都类啊 总共一个原则 我现在给你们讲 就说 哎 你来问我怎么吃法 其实你在那个选择这个碳水化合物的时候 最好选择这些 比较偏那个浅微素高一点的啊 比较粗糙一点的这种淀粉东西啊 那这样的话呢 它又给你能够有定的这个啊 呃 碳水化合物的需要 二呢 它那个变成血糖的那个量啊 就是啊 转换 不会那么特别高啊 但同样又会给你达到一定的热量的这个需要 所以呢 这个就是一个原则 就是说啊 你吃的量啊 还有呢 吃的这个累 你要注意一下 不要吃到这个啊 一个一个啊 每一餐里面啊 就像我们我知道一些 我们的一些饮食 有些喜欢那个 早上 吃那个啊 一大碗那个粥啊 然后又吃这种馒头啊 然后吃这些 这些东西 那你吃了以后 那血糖肯定会很高啊 那会很高 但是你呢 如果再平衡一下 哎 在我在每餐里面 除了吃一些 呃 呃 碳水化合物这些东西 哎 我再吃点那个 有一定的那个 啊 别的 方面啊 像蛋白这方面东西 啊 哎 我说吃个橘粒子 哎 我吃个鸡蛋 或者哎 我早上那个 或者再吃点那个 肉方面啊 首先我吃块那个 吃点那个什么 白的肉 也可以啊 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在每一餐的时候啊 除了吃碳水化合物 也要加一点别的东西 你这样的话呢 你同样就能得到你需要的热量 热能 但是呢 不会专注于在一种类型里面 那就你的血糖肯定会偏高啊 啊 好刚才我又大概也讲了那个碳水化怎么吃法 另外强就是哎你看我就跟你讲的你的量多少这个完全去你的你的年龄的大小 平时的这个运动量多少 所以你这个量大概有一个自己掌握好啊 呃我这里讲了一个简单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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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法 可能呃你们可以试试看 如果觉得不是很复杂 你就试试看 太复杂就不用算了啊 因为这个大概就是 一般的那个他那个药那个食物啊买来都有一个serving size啊 他们一个多少啊 他那个size呢大概有15克的这个淀粉 而这个碳水化合来讲 那一般的话我们的这个成年人啊 女性大概3到4个 他差不多 男性的稍微多点那个5到6个这样一个一个一个量啊 每餐的时候 那这样的话呢 你你的量就知道大概控制在多少水平里面啊 这就我讲的这些只是针对那个碳水化合物这一块啊 因为他这个是直接会造成你的血糖的变化 啊 这个大概一个一个建议吧 你可以作为参考 嗯 好这个我就举了一些例子小小例子 那个那个大概你你估计下一个 一个碳水化合物的两个罐子的话一个一个serving size 大概的一个量大概多少呢 那我这里举了一个小小例子都在里面 大概你的米饭 三分之一杯啊 或者面食或者你一片面包啊 啊 或者是那个8个盎司的牛奶啊 啊 嗯 那举个意思那你如果早上吃早饭你吃一片面包 喝了杯那个牛奶 嗯 然后你再你说你吃两片面包再喝点牛奶 那基本上你这个这个量就 淀粉这个碳水化量就基本上已经 已经够了 如果再吃别东西再加进去的话 那肯定就 就超过来 对不对 所以大概的一个一个例子啊 好 这个我刚才也基本上也解释了一下 就是为什么我们对这个碳水化合物比较重视 因为它们是直接可以改变成血糖 在糖在你的身体里面 所以呢 对这个方面的这个饮食方面的注意 你就比较啊 比较啊 比较啊 重型在那个这些方面方面 所以你要大家要要控制它 好 那当然除了这个在此方面 这个大概这样注意 那我们平时怎么来来看看血糖到底好不好啊 那么我就刚才给大家给了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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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啊 这个数据呢 当然是 呃呃呃 是指已经有了糖尿病的病啊 呃 你没有糖尿病的呃呃 嗯 刚才已经讲正确啊 正常是多少啊 超过多少 这是你有了糖尿病的 那么病人会讲哎呀我血糖应该空在什么范围也比较好啊 那当然前提也是看每个人情况 我这个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范围啊 因为每个人情况也看啊 你是一心两心 年龄多少 你身体状态怎么样各方面啊 大概的呢就是餐前呢就讲啊 大概70到130左右啊 那个饭后啊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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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有时候也会问 你每天要测几次 要怎么测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我一般的建议 如果你在用胰岛素的时候 就是你平时用胰岛素打针 那你每天可能要多测一点 你最起码一天要每次饭前都要测一测 因为有时候血糖会有点波动 因为胰岛素有时候量各方面 所以一定要多测一点 但如果吃口服药 斑的不是胰岛素的话 那你看情况 有些如果血糖控制不好 当然每天要测得多测一点 但如果你血糖比较稳定 控制也不错的话 也没必要天天测 这样也没必要 弄得自己也很焦虑 也不要 然后有时候测出来也会有五叉 所以你不需要每天都测 当然你如果有时候有人不舒服的话 那你随时要测 糖尿病你这个前提就是说 你能有不舒服 你一定要测一下 因为有时候过低过高 都会让你有些不舒服的症状 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及时来纠正 如果过低那就喝点Juice 让糖水来改变一下来纠正一下 所以测血糖也要看 一个要有规律测 一个也不要测的过多 一个也不要不测 尤其打胰岛素的病人 我建议是还是要每天测一下 不去测 那你就比较有时候会比较危险 因为很多时候血糖偏低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症状 过低的时候 有些人会晕过去都有可能 所以一定要小心 所以监控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现在讲完饮食 讲完了这个监控 那我想讲讲这个运动 运动呢我想大家都知道 都非常也是非常动药的 对于我们这个糖尿病的管理来说 它不但能够降血糖 也能够这个帮助血压 胆固醇这些都非常有帮助 所以呢运动有太多好处了 你如果看到啊 你可能促进血液循环 还可以减少这这个药物 这个大家都喜欢 对吧少吃药 还可以帮助这个减体重 对不对 另外可以加强这个心脏 肌肉骨骼 提高本身的这个 这个免疫力跟耐力耐受性 你看还可以这个让心情愉快 这个这个很重要 你看心情都好 所以这个运动有太多的 太多的好处 只有我这个 一直跟我的病人在讲 这个饮食运动太重要了 我都跟他们讲 如果有这个药店有这个处方 我一定给他们开这个处方给他们 给他们这样 他们也可以这个定时那个按时的运动 这个然后呢 希望保险公司也能够管这个事情 这样发 给发个糖 好啊这个所以 但是呢 运动呢 怎么运动 这个有时我想跟大家提醒一下 而不是盲目的运动啊 尤其到一定年龄啊 有时候运动啊 你也要看你个人的情况 也要 也要 也要小 也要就是要 要咨询一下你的医生啊 因为为什么呢 你运动啊 要看看你的心脏是不是合适啊 有些人这个心脏不好 是不是对待你的运动 这个量多少怎么样啊 另外呢 也看看你的这个本身的这个神经系统 啊 尤其包括这个脚啊 看看你的脚啊 因为糖尿病有很多有些脚的问题啊 一些神经的问题 是不是啊 适合哪一种运动啊 啊 是走路跑步啊 还是怎么样 还是还是游泳 还是怎么样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 然后穿什么样的鞋子 也都很重要啊 不然的话 你这个鞋子穿的不对 到时候到时候 反正造成你这个脚 脚的这个损伤 到时候你这个 造成的脚部的这个问题 所以呢 第一个呢 什么样的运动啊 你要跟医生咨询一下 然后最后有个 先系统的检查一下啊 什么心脏没有大问题啊 然后脚可以这么看一看 脚方面这么是不是 一些什么样的鞋子 运动的鞋子 你穿比较合适啊 啊 那个 然后你看看 哎 你有没有平时 有没有这个走路 哎 有没有本来 哎 人就可能走路不稳 因为晒胶 好不稳 哎 那你再去运动 可能就不合适了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 你要去做一个检查 看看你这个 什么样的运动 合适你 这个很重要 好 如果你可以运动了 那你也不要着急 刚开始运动 除非你已经运动了 很熟悉了 啊 不熟悉的话 你刚开始 你要慢慢的这个 乐身啊 你这个 先这个 不管跑步机啊 还是让你走路啊 哎 五分钟 十分钟 或者半小时 啊 慢慢的身体习惯以后 然后再开始 有习惯的 有固域的 啊 慢慢的运动 啊 不管是这个 我刚才下面介绍 你看 可能喜欢可以游泳啊 哎 这种运动很好 其实对关节都没损伤啊 我其实很推荐这个运动 那个啊 因为有些运动啊 其实对关节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要也要小心 哎 有些还有一些跳舞啊 有氧操啊 这都可以 看见你自己适合你自己的情况啊 嗯 这个呃 尤其跳舞蛮好的 我觉得啊 可以带动你的你的呃 先生或者太太 两个一起运动 这样的话 你看就不会顾虑啊 一个运动有时候坚持不了 两个运动可能会更加坚持下去 所以这个呃呃 跳舞非常好的一个运动 好 好 这个刚才我基本上也呃 讲到一点了 那个呃呃呃 运动前啊最好看看血糖怎么情况啊 如果过低了 哎那你可能要 吃点东西啊 如果过高了 那么你可能看多高 有时候可能还不适合运动 你可能休息一下 肯定要调整一下啊 所以你这个血糖这个监控下很重要 尤其在运动的时候 尤其是用意道素的一些病的啊 这个呃 要不要注意 另外呢 一些口服的药你要注意 有些口服药 哎 运动可能会让你有些 低血糖 所以你要注意 这个你跟医生可能要咨询一下 哎哪些药物可能引起低血糖 那你可能在这方面就要注意一下 呃 到底应该怎么样啊 呃 所以这个药物呃呃 这个运动时候也注意这些呃 细节问题 尤其你在 呃用药的 尤其你是在 打针打一道素的啊 呃 因为有些口服药确实会让你血糖 会有时候过低 所以要要啊 要小心 这个呃 不然的话 低血糖 非常危险啊 你运动运动 哎 低血糖了 哎 运过去了 那更危险了啊 所以这个非常要小心 所以也跟你医生要咨询一下 应该怎么样啊 啊 然后另外呢 监控一下血糖 尤其是在运动前后啊 好 这个我刚才已经也提到过了 哎 如果你的血在运动前 你的血糖如果高于300 啊 那你千万不要运动啊 那时候你最好自寻一下你的医生 但是呢 我接应的时候 肯定你要最好要多喝水啊 多喝很多水 让自己啊 不要太那个啊 呃呃呃 累 然后呢 自寻一下300 应该怎么办啊 因为这300的时候 就不要去运动 那时候运动就 呃 非常危险啊 另外也是血糖如果过低 能够低100的话啊 你可以运动 不说不能啊 你就可以呃 吃点那个呃 点心啊 呃 可以呃 喝点那个 橘子水啊 或者吃点什么小的呃 点心啊 血糖稍微高一点点 那你就可以去运动 啊 因为运动以后 血糖会更低 那如果太低了 把它就不方便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一个 一个原则啊 就是你运动的时候 要测一测 太高 不要太低了 吃点东西 还是可以运动啊 呃 好 这个是讲那个 坚称的血糖的水平 那个刚才 其实我也提到了不少 那个其实 呃呃 不管是呃呃 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 你作为糖尿病的 那个呃病人 那你这个对你血糖的监控 我刚才讲了啊 一个要合理的监控啊 也不要过多 呃也不要过少 呃 然后呢 怎么处理 如果血糖过低啊 那个怎么处理 一般呢 血糖如果过低呢 呃呃 我讲的是呃 低血糖啊 就是一般的话 我们可能希望不要低于呃 七十到八十吧啊 那那时候呢 你肯定就要啊 要吃点东西 一般呢 吃东西呢 看你吃什么啊 不要吃很多东西 其实你就嗯 喝杯那个糖水 或者喝杯橘子水啊 大概8个盎司就可以吧 不要很多 然后呢 你就呃 过了呃 15分钟左右呢 再测测看啊 一般呢 都会纠正下来 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是呢 你要跟医生去咨询了 哎 为什么造成这个过程啊 那个 如果经常发生的话啊 那你要去自行一下 看是不是药物问题啊 还是你凭什么东西 要没有 没有注意到啊 所以这个要去跟医生 咨询一下 但是呢 你当时呢 最起码可以怎么及时 纠正一下啊 那但是如果15分钟以后 你去他还是低 不用着急 再来一次啊 一般一两次去 他肯定会会上去啊 啊 啊出必是你打胰岛素的病人啊 那么你肯定要跟医生去咨询了 哎 我的胰岛素怎么样 应该是不是要调整啊 怎么样啊 所以呃呃呃呃呃呃 看到这种低血糖啊 先不要太紧张啊 不要太紧张啊 呃呃呃呃呃能够能能 能继继正的 先来纠正 这就是为什么一般的话 我经营我病人啊 在在家里面都呃呃 有一点放一点糖果在家里啊 或者冰箱里放点那个啊 橘子水啊 万一低血糖的时候 对这个啊 然后呢 自己的包里面放点干的糖果 万一在外面的时候给 帮助一下啊 因为低血糖其实发生的呃 概率蛮高的啊 其实也很危险 而且更危险啊 所以呢 这么保护啊 让血糖不要过低啊 这个要要要要注意啊 啊 好 这个呢 那个我想给你们简单的呃 给你们讲呃呃呃 怎么检查血糖 这个题目其实大家应该很多人都知道 怎么检查血糖啊 呃呃就用这个机器 那我当然也给大家再介绍介绍 因为现在呢 这个这个呃呃呃 科技发展也很快 呃传统的呢 就是那个呃 手指上面啊 用这个呃 针头啊 就是扎一下 那个 然后呢 由于低血 然后呢 放这个呃 这个芯片上面啊 然后呢 另外一边就接在这个这个机器上面 哎 他这个就会读出来啊 啊 就会读出来啊 啊 至于用哪个机器啊 无所谓 大家不要这个说 哎 哪个名牌 哪个是什么山寨版 那个其实都差不多 其实啊 因为本来这个机器都是呃 大概一个估计 都都差不多啊 所以不要说哪个牌子好 哪个牌子不好 啊 都差不多 呃 除了这个一种方法呢 现在呢 又出来一些新的啊 呃呃呃呃 那个也是呃呃 呃呃 这么小的一个机器啊 但是他呢 不是扎手指头 它有个小的一个 新 呃 芯片一样的 像扭扣一样的 可以贴在你身上 可以贴在你身上啊 哎 他那个呢 可以呢 呃 然后你就随时可以 通过啊 外面的一个小机器 去照一下呢 他随时就可以来查你的血糖 啊 这个呃呃 这个东西呢 现在慢慢的 就在开始用 用用了 呃 当然了你这个呃呃 精确度还是有点不差啊 因为这个是通过那个血液里面这个出来的素质 那个是通过身体里面的皮下那些液体啊 这个精确度小微有点不一样啊 但是呢 方便非常方便 但是不需要通过这个扎手指头 我知道有些人非常那个厌恶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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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头 我的这个这个扎手指头啊 确实那个那个我自己也扎过啊 这个确实不好受 不好受 啊 这个非常的这个这个 这个 烦躁啊 非常这个不开心 这个因为我我非常理解我的病人 有时候他这个不愿意扎手指头 嗯嗯嗯所以呢 啊 但是呢 我 因为我的病人 他那个非常容易扎 扎太多我也非常心疼 没必要扎这么多 扎这么多有时候这个啊 这个这个这个扎手指头的也不大好 所以啊 那贴那个准不准 啊什么东西 贴的这个准不准 贴东西 刚才我讲的 啊 就贴的这么多东西 我刚才讲了 他是主要是通过这个身体 皮肤下体验 呃 精确度 呃跟那个扎手指 稍微有点差别 啊 但是他 稍微有点差别啊 那个 呃 但是呢 好处很方便 嗯嗯 所以我这是呃呃 来介绍 因为让大家也有个呃 这方面因为有些轻松 但是呢 也要注意到 你那个呃 精确度 稍微是有点差别啊 对 但多一个选择 多一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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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保险公司会不会付那个 不扎手指 诶 问的好 这个问的好 哈哈哈哈 太实际的问题了 嗯 是这样的 他这个 他这个呢 看每个人的情况啊 就每个人的情况 嗯嗯嗯嗯嗯 有些啊保险 好的话 他会管啊 嗯啊啊 就是看 看每个情话 看每个保险 是一样啊 嗯 还有 还有种呢 有些有些自閉的也有 自閉的其實有些人 我不在推銷這個 所以我不多講這個方面 我只是在講這個機器 這個也有在現在也在普及 在用就是說可以除了大手指頭 還身上貼的東西也有 那我們這個病人方面也在用了不少 所以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最後一個我想提醒大家 這個糖藥病的病人 除了血糖方面的管理好 平時一些併發症的預防也很重要 我想跟你們講就是說 每年定期眼睛一定要去看 眼睛 因為有很多的時候早期的 這個糖藥病眼底的病變 它沒有症狀 但那時候它可以來幫你治療 跟治癒這些東西 可以治癒 對有些輕微的 它都可以能夠治癒多一點 第二個你這個平時 你在家裡就說有糖藥病 經常自己也要看你的腳經常看看 什麼問題經常看看 如果皮膚壞掉什麼 你就即使要處理 要等壞掉爛掉了 到時候那個這個有洞出來了 再找醫生 當然當然那時候應該找醫生 但是有時候就找幾顆預防 平時在家裡經常要檢查一下 看看腳怎麼樣 看看這些小東西 你自己要注意 這樣的話你就會預防這些 有些什麼爛腳 爛腳就是你平時每天都看看 因為很多時候腳的那個變換 都下次也是能感覺到 好嗎 大概我就想講講這些 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你們有什麼提問 你們隨時提問 我就坐在這裡把這個關掉了 好好好 我看到David 謝謝大家這個耐心的聽講 我這個國語也是練了半天練好的 上海人非常好 那我看到David已經舉手舉了很久 David's iPad 如果你願意的話你可以unmute 然後問你的問題 然後David如果還沒有問的話 我可以搶一搶 所以糖尿病其實如果管理的好 可以就是可以就說很長時間 都不會有什麼就是很不好的症狀 是不是 美醫生 沒錯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把糖尿病 要管好的原因之一 另外就是為什麼我們要盡量能夠發現 糖尿病在早期的時候 早期治療很容易 而且糖尿病早期的時候 他這個病發症就很少 你發現了越早 因為很多時候他這是個慢性疾病 是個慢性的一個疾病 發生越早管理越好 那當然他的這個病發症就會很小 就是可以避免對吧 如果管理的好就是跟得緊 比如說像您剛才講的 一年做一次眼睛檢查 一年做一次 經常留意一下這個腳 那個病變的情況 主要前提大就是把血糖控制好 把血糖控制好 你沒有這個源泉 那就不大會有這些問題在裡面 對 好 那大家有問題的話 就是歡迎大家就是 unmute 就是把這個 把這個 怎麼說 就是這個 麥克風打開 可以直接提問 大家都很客氣哈 我相信今天來聽講座的可能是各種狀況哈 也有可能是糖尿病比較就是正在正在吃藥啊 正在治療也有可能有一些是前期的這個糖尿病 那希望大家都把自己的那個健康好好管理 那然後另外就是說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哈 我在診所也會看到就得了糖尿病 會就是會變得情緒低落啊 有一些就是情緒情緒的問題 那這個也是也是要關注的 何醫生你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最難治的病人是怎麼樣的 最難治的病人 對 不乖 最難治的病人 其實每個人情況不一樣 每個人的 有很多因素吧 有些病人 他那個 他那個 由於 保險的問題 他就在這個用藥方面 他就不大方便 他那個 對 有些藥 他就 很貴 尤其一些 什麼一些比較好一點的藥 什麼樣 那他如果保險 那就在費用上面 就是一個是費用 說實際上 就是啊 費用很高的話 那他就在這個 在這個用藥方面 他就不能真正的按照醫組方面來用 然後呢 他有時候 我來是 可能 舉例子 三個月的藥 他就可能用到半年 一年 然後呢 有些藥他就 不敢去用了 所以在這個是一個 那沒辦法 你想看如果 藥都不能好好用的話 當然不能怪他 他有一個是 費用的問題 這是一個 一個很很 比較難的問題 有時候他 就是沒辦法 這是 這是一個 還有一個呢 就是一些 比較困難 有些病人呢 他就是 糖尿病 發展到一定程度 他就是應該用胰島素 他那就是一定不想用胰島素 其實胰島素 其實有很多的好處在裡面 但他有一些 他的一個 自己的一個 一些想法 他就覺得 用了胰島素 他就覺得 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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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不掉了 他就覺得 用了胰島素 他不喜歡打針 他看到這個針頭 他就說 他就是好像人要發抖 那這樣的話呢 那你就沒辦法 其實有時候 用胰島素 他的程度很好 其實效果很好 我很多 不少病人 後來那個 經過我的經過 反復跟他這個解釋 他後來就開始用了 用了以後 他就非常的喜歡 到現在八十幾歲了 我那些疾病 他還在用 他都非常 他就說好 八十幾歲的用 而且他的這個 三略平靜血腸子 都 這七都沒有 都六點幾 一點六點幾 他就 非常 覺得這個 用一道 但是十年前 他也是很強的這個 不想用 不喜歡 對 有增長過 有些人 能夠改變 有些人還是不想 那有時候沒辦法 那你 所以一個就是 他這個用藥方面的情況 還有他自己 觀念方面的情況 所以這些就加重了這些 治療方面的一些困難 對 所以還是有一些心理的因素 對 有些心理的因素 有些心理他就覺得說 用了這個引導素 他就覺得好像 像那個完蛋了 他就試驗玻璃一樣 他就說 對 用了好像是 其實不一定 我還舉個例子 我有個有病人 他這個糖尿病 剛剛發生 這個三略平靜質 都超過十幾十五 那個來看我 然後我就跟他用了 胰島素 我用了三個月 後來我就不用了 然後就變成口服藥了 然後現在口服就吃一個藥 所以第一個 胰島素用不用 不是說我用了 就一直停不了 這不對的 這也是我想 這可以逆轉的 可以回去 就是用胰島素 也是看你的個人的情況 你個人的情況 如果發現找治癒得好 胰島素完全可以暫時停下來 不用的 所以這是一個觀念 我想跟大家解決解釋一下 對 我用了胰島素 就好像停不了 這不對的 對 所以就是一定要緊密跟醫生合作 這是一個長情的慢性病 那定期的檢測 定期的去看醫生 然後配合醫生的治療方案 這個事情不是說不可逆轉的 對吧 就是可以維持可以管控好的 對對 這個K主任講 對 這個是一個 真的是一個長期的一個 一個慢性的 就像高血壓一樣 這個是長期的慢性的 咱們把它管理好 這個其實也沒有太可怕 就是管理好的 好的 但是要跟醫生必須配合 好的 好的 好 那今天非常感謝何醫生 我覺得真的獲益良多 然後那個有注意到後面有一些朋友是後段才進來的 那不要緊我們這個會記錄 就是說會記錄下來 然後放到我們的YouTube頻道上 那今天感謝何醫生 那個百忙之中還給我們準備那麼詳盡的一個演講 我覺得可以回頭一再的去再看一看多多了解 那今天感謝何醫生 謝謝K主任 也可以謝謝這個范雅滿者 也更謝謝CCCC給我們這個機會 也給大家這個這個機會 非常感謝 希望有機會能跟大家再聊一聊 非常好 那也是以往的慣例 希望大家給我們一點反饋 關於今天的這個講座 然後您的反饋我們會交給就是我們的監管部門 他們需要知道這個講座對大家有沒有 有沒有啟發 有沒有那個要你更好的去對疾病有更多的認識 那我們這個系列講座的系列都是 鼓勵預防多於治療對吧 那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多獲得知識 然後自己掌控自己的這個問題 好那今天感謝何醫生 好謝謝 謝謝 那這邊我就稍微再講一下 那個有朋友就是會關注我們就是CCCC這個打疫苗的這個服務 那我們已經安排了往後11月有 11月和12月初有一些不同的那個新冠疫苗補針 或者是一針二針 而且是一些輝瑞的兒科疫苗也出來了 那我們泛亞診所下個週六13號 在泛亞診所這邊會給兒童去打針 那當然大家一開始的時候這個兒科疫苗的發送還是有一個配送的問題 所以我們下個禮拜六的兒科疫苗有150針 如果大家有興趣在CCCC打疫苗的話 可以去我們的網站去看一看這些連接 然後那個在CCCC打有什麼好處 那我覺得就是這個環境可能比較是自己華人的一個環境 語言方面比較方便 然後我們的場地可能也是比較會舒適一些 然後我們這些volunteer就是這些義工的這個醫生啊 藥機師啊 RN啊 他們的服務都是絕對有保障的 那當然就是說如果是你現在才開始想了很久 我現在才開始想要那個打疫苗的話 為了鼓勵你的勇氣 我們也會有這個50塊錢的超市的這個這個鼓勵 這個是從HERSA就是聯邦的這個社區醫療的這個項目裡面出來的這個支柱 政府的支柱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我們的網站CCACCHealth.org 或者是記下這個電話 301-663-1375 工作時間週一到週五九點到五點給我們打電話 好那感謝大家就是給我們反饋今天的這個講座您覺得怎麼樣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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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亚裔的这个胃癌关注 那我们主讲人是陈旧芳医生 那这个话题也是陈医生 他觉得一定要讲 因为陈医生也在医院里面做事 也有自己的诊所 那亚裔中国人那个胃病 还是蛮严重的 可能是那个致命率的前三名 所以大家需要知道一下胃癌的关注 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那我们这个讲座时间有点调整 我们调到比较晚一点 那希望大家一天忙碌以后 可以在周五的下午 抽一点时间来学一学医学的知识 然后关注自己的健康 好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参加 谢谢拜拜 好再见周末愉快 拜拜